在家给妈妈剪发就像我这样剪 第一步梳子斜向前来一刀 第二步梳子向前压修剪外轮廓 第三步用手压住耳朵清理干净边缘线碎发 左侧同样梳子斜向前来一刀 接着梳子向前压修剪外线 同样用手压住耳朵清理干净碎发即可 第四步梳子斜向上推剪 不要推太高这个位置即可 接着推剪左下角头发 同学们注意梳子向外斜不要推太高 接下来推剪右下角头发 按照中间高度引导推剪 刀头反过来切一条直线 使干净整洁即可 脖子处同样切一条直线 第四步打薄发尾 采用梳子挑起头发适度的打薄 揉合一下发尾 同学们注意发量多的打薄发中 少的打发尾即可 三个面都是一样手法 从下向上打薄发尾 使上下有更好的衔接 同学们都看到这里了 名人不说暗话给个红星鼓励下 妈妈落尔短发剪好了 想给妈妈理发的记得收藏讯